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四年前的今天就是连胜文枪击的那个夜晚 同在今天又出了什么牌呢 在今天出了司法牌 在今天大动作约谈了 包括小鹏 张锦丝不是一直要去被拒绝吗 哎呀 今天被约谈了 同时两个真心业者都被约谈 甚至不排除要进行四个人的大对支 司法有没有可能就是最后翻盘的关键 还有第三张牌 中共牌也出来了 中共到底是帮了真忙呢 还是帮了道忙 等会来做讨论 我们刚刚来介绍来到今天现场的来宾是资认媒体员许胜梅 阿官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以及马再琴律师 大家好 NOW NEWS总编辑康仁俊 阿官好 好 好 以及在今天邀请到未来试验交易所执行长洪耀南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温生 阿官好 大家好 以及黄帝颖律师 出行 大家好 好 仁俊在今天大动作约谈 张锦丝之前不是说 我每天都习好小米楼要叫你叫我去 你就没叫我去 结果今天不只是叫他去了 一次叫了四个人去 对 而且把这个小鹏 就鹏胜嫂也都找去了 四个人包含什么 包含了两个业者 一个叫吴德义 一个叫林俊宏 林俊宏甚至在今天还当众道歉了 好 我们先讲一下 就这一次的这个庭讯 因为之前张锦丞不是一直对外讲吗 他说我每天小米楼都穿好在自拍 你知道 保电书说你看我现在要去 大家检察官快接我电话 还把电话变传证机了 变传证机 大陆机什么 终于今天要去了 结果你知道张锦丞他一开始在法庭外面 因为还没有进去 他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检察官办案是有问题的 还是在前面的基调 结果没有想要挺讯出来之后 张锦丞后面就比较欢迎穿了 结果张锦丞每天都穿西装 他没有叫他去 他今天就没穿西装 他今天穿夾克去了 结果他今天硬讯完出来之后 大家问他说 那你真的硬讯完之后 你对检察官有什么感觉 你知道张锦丞怎么说吗 这一栋大楼还是有好的检察官的 他就改口过来了 所以大家想说 你在庭讯里面到底 有些什么样状况 你不就稍微讲一下 他同时也谈到 他说这是真心业者的一时贪念 是 大家都怀疑说 到底张锦丞 你有没有可能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做神秘的藏镜人 或者是背后的那只黑手 对不对 为什么 来 你先看这里 这个是昨天科办所公布的 那个简讯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颜色的区块 是小鹏 鹏胜曹所解的 那这个就是真心业者 叫吴德义所回的 好 吴德义说 新闻太大了 你到底处理好了没有 小鹏说 已经告知总监 请其协助这一块 那个总监指的 当然就是张锦丞 就是张锦丞 因为他是政策总监 结果大家都怀疑说 那你是不是张锦丞 到底了解到多少 因为检调他这边 掌握得到的是说 小鹏其实是受到张锦丞的指示 讲说你要统一口径 对外说明才会有这一块 那今天就是传他去 好 他说 那你现在去庭上的时候 你到底是怎么状况 张锦丞就透过脸书 他就写说 我在那个法庭外的 那个椅子上面就坐着 坐了大概半个小时 我旁边有坐两个人 这两个人不跟我打招 我不知道我就坐那里坐 突然法警就出来 画一个名字 吴德义 旁边那里站起来 张锦丞说 我原来你是吴德义 你旁边那里 旁边那里说 全身包紧紧 你好你好 我是林俊彤 所以意思是说 他根本在今天 之前不认识他们两个 用这个说法就是他不认识 对不对 他说我自己两个都没认识 你先什么看我都不知道 包含你刚才讲说四个人 包含彭胜嫂也都进去了 他讲说其实我都已经说明过了 他也不太清楚说 为什么再找他去 到底有没有当面对他 你现在画面所看到有没有 就是那个 这个就是姓林的 林俊彤那个业者 林俊彤在今天也是新闻焦点 是 因为在今天周玉寇大爆料 他说吴子佳跟他讲 很有可能选前的关键时刻 林俊彤会出来开个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 寇寇姐说 林俊彤可能会说 当初那个姻缘性也好 老鼠尾也好 为什么会出现 为什么会去装他 其实不是有点要求行李 是柯伴能拿钱叫我装的 说到这里说 原来是这样 原来他们就是自导自演 没有 寇寇姐接着讲了 他说因为林新业者 会被蔡正元给收买 所以蔡正元 花钱收买的林新业者 会在最后选前的关键时刻 出来大爆料说 柯伴自导自演 而且寇寇在讲这话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今天早上广播节目 是专访柯文哲 你知道 他就当着柯文哲的面这样讲 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讲说 是某阵营 他也不直接说是谁 但他讲说有黑道盛传 所以有可能就是直接 他就讲说 有可能是蔡正元 去买通这个叶泽 所以蔡正元今天很生气 他讲说我马上让周玉寇去坐牢 然后还把周玉寇骂了一顿 说你已经什么国民党员 就讲了很多 当然周玉寇也有回籍这件事情 好所以周玉寇在记得笑 就爆料了 他说我的消息来源是谁呢 就是吴子佳 这个朋友 昨天提供的消息说 据他知道 连阵营方面 蔡正元 很可能会在选举之前 去测动 业者来公开出面指控 柯文哲阵营是自导自言 那有很可能的情况之下 是他用这个金钱利用的方式来测动 那我这个朋友 他是听到消息之后 他告诉我的 那我认为应该公开来提问这个问题 我只是提问给这个柯文哲先生而已 那今天早上蔡正元先生 就说了一堆非常情绪的话 那为了要证实 我一向报道 或者说透露消息都有消息来源 所以我今天征得了 这位当事人朋友的同意 公布他的名字 他是我的好朋友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先生 那吴子佳先生的这个相关的其他的内容 那就在法院间 就请蔡正元先生 如果提告的话 那我也征得吴子佳先生同意 他愿意在法院 以证人的身份来出庭 说明事情的原委 事情的原委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知道老师 真的也不要搞清楚那一块 真正要搞清楚的 应该是窃听案本身 在今天周刊提报 说北检察长下幕后指导旗 说杨志宇在这一次窃听案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总警察人的角色 而且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看科办 他们一直质疑说 我很早就跟你报案了 相关人的电话我也都给你 你为什么要搞到选钱 你才开始说把业者找来 把什么通知 你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这个就是北检的检察长 杨志宇也是这一次周刊 跟其实这两天也不是周刊而已 早上开始就有人说 北检有上级在指导办案 好 证据周刊的报导讲说 科办的这个窃听案 表面上应该是有检察官 叫黄碧玉他来承办 以及主任 你要督导应该也是你的主任 所以我们最近谈到 这两个才是窃听案的主办 而且在司法独立各个案件 你看我们相关政府官员 去问问什么 他们都跟你说 我跟你说这个是个案 我们不去介入 可是媒体现在就报导说 当时在参唤这两个业者的时候 是由杨志宇在背后下指导棋 而且他把那个里面场景 写得非常清楚 讲说要开庭的时候 本来这个两个人 这个黄碧玉跟吴秋莹 本来还轻轻松松 去找这个杨志宇 结果两个密伤了一个小时之后 再出来突然就宣布说 要把他们两个业者生涯境界 而且听说进去的时候 脸色很轻松 出来之后脸色很凝重 本来是由黄碧玉主问 说来之后换吴秋莹主导 对 而且最后的结果 就是我们后来看到了 大家觉得说 还好法官到最后 是把他这个所谓 生涯的那个局 把他抹回掉 要不然的话 搞不好就顺了他的意 可是我们现在也很质疑 你知道吗 这两天没人替报到这样 说你杨志宇在后面 做指导犯案 北检好像都没有说话 而且科办也都质疑说 这一段时间里面 到底谁把真讯的内容 泄露给媒体的 怎么媒体没事就想讲 而且都是独家 只有某媒体可以拿到讯息 这个简讯的内容 说真的有争有检是一回事 但是你大体 好像跟人家科办公布了 还差不多你知道吗 那这个部分 难道北检不用出来说明吗 北检当然要出来说明 因为是不是真的有一只黑手 介入了司法 介入了选举 来问一下马绿 马绿 说实在 这个案子真的从窃听案 司法介入之后就怪怪的 怎么说怪怪的呢 科幣的说法叫毛毛的 因为民众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一开始高高举起 最后轻轻放 什么叫高高举起 两个业者都刷生涯 生涯是多严重的 表示他犯罪事证明确 结果法官打了脸 是无保赤回 他小朋友也是 一开始也是要连接他有罪 所以要三万块钱交报 这小朋友不肯之后 他们竟然呢 也就算了 就让他无保赤回 不是很奇怪吗 基本上我要先各位报告 就是这个案情 这个案件有一个 先天上不良的地方 他的刑法 他的刑度是非常轻的 甚至还没有到达 真正发生这个 这个刑事犯罪的刑形 但是被指控的案情 是非常严重的 开记者会 只剩对手监听 尤其是这种 首长都市首都的市长选举 然后又可能指控到国家机器记录监听 这个东西看起来 感觉是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真正我们戏就要看那个内容 泄密嘛 泄密就是这个防疫秘密罪 防疫秘密还是告诉乃论 那告诉乃论的话需要什么 需要有人提出告诉 那如果另外一个 我可能想到的案 想到地检署可能想到的另外一个刑法就是 一督使人不当选 这个还不见得勾得上 所以在整个法律上面适用上 我们检察官要适用上面条文的 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遇到这种案子 就像高马律你所说的 其实刑度并不重 这种案子还要去问检察长 现在我是说明说 一开始这个案件媒体报的那么大 你说检察官有没有压力 当然有 哪一方面的压力 假设这个没有制导誓言 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什么 科办 科办绝对会有一些 不管是媒体的压力 或者是绿色政党的压力 去施压给这个检察官 叫检察官办 检察官当然会办 因为实际上受害人是科办 所以当他进去去 当他一直介入 一直在抓一张 他发现一件事情 奇怪 你如果是被害者 你如果是任委公 国安你的什么市政名单落出去 他应该是计税的泄密 泄漏秘密的这个罪行 你可没有提出告出 如果你有提出告出 你是不是要有人来说笔录 所以你是质疑 为什么科办一直都不告 我不是质疑 检察官一定会质疑 检察官办案 我站在检察官立场 去说明这件事情 如果这是可受公平的 再回车回去 如果大家都认为 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没有意见 我的意思是说 检察官站在这样一个角度 他会认为 你是被害人 你一定要来说明 通常我们在被害人 有被害人的案件 如果被害人迟迟不来 做笔录 迟迟不来做笔录立案的话 我们通常会产生一些问题 一些怀疑 会产生一些联想 联想说今天假 还是选举的花招 这是我们私底下的暗想 因为你都没有来 真正来做笔录 你一直来没有做笔录 好 你科办会说 我给了你很多电话 那个电话 真心悦者给的电话 是不是真的电话 其实很难说 我们认识很多真心悦者 给的电话都是王八七 就是至少彭这个小彭 他也跟他说不是 我说我会过朋友介绍 真正如何能够找到 这个真心悦者的人 如果我发传票给他 也没有人收 我甚至连对象都不知道的话 检察官在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他的侦查座位是零 所谓的零是我希望 科办或者是彭先生 请你把这两个真心悦者找出来 你不能只给我名字 因为是你们发现的 你们要协助配合调查 这是检察官的立场 总不能说叫我去拘提这些人吧 因为你主张你受害 你要把你发现尸体的人 不然发现什么事 发现这些被害的人 你要过来说明 检察官因为刚刚你所说的 为什么做笔录 为什么给真心业者的电话 也拖拖拉拉遮遮掩掩 不免产生怀疑 我觉得这很合理 但是你约谈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越选前皆是选前三天 张锦森早就说我要去 谁要下去请两天 你算是怎么摸他去 一定要压到最后的时刻 再来约谈 我现在讲到是说 刚刚我说我把时间还原到 其实大家都认为说 科办是被陷害的 是被害人 当不管我不知道 是用什么能力 把这两个人用到案的 我现在不知道 是用警方用很多压力 叫这两个人出来 当他两个人出来的时候 我们检察官出讯的时候 还是认为说 你只要检查清楚说 你如何发现这个事情就好了 那自己没关系 结果如果一问下去发现 奇怪不对 其中有一个人说 其实我愿意拉 我愿意我想做生意 而拉自己去装的 这个就出现很大的一个逆转 而这个逆转 又很容易让检察官 联想到前面我们提到的 你被害人吃吃不来 现在给我来一个这一招 这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这个案件 的确是涉及到选前 选前的案件 其实我说过 检察官不太想去碰这种 选前直接就去了当说 我要翻牌 我说我赞成谁不赞成谁 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 要说清楚 这个案件跟联营无关 至少检察官在侦办 征讯这两个的时候 很确定是这个 但是跟科办有没有关系 其实他也不见得 不见得能够查到说 确定是不是跟科办有关 但是至少这个业者说 我自己来 那都我自己做的 我爱探析 我贪念出来了 我是不好的征讯业者 我干了这党的事 这一点这个事情 至少澄清了两件事 有人出来扛了 联办无关 所以这个部分检察官要不要继续发动 查后面的人 我说过 厘清事实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 跟联务官是一个阶段 是不是跟科有关 是另一个阶段 第三个 是一个人自己为了贪念 而做的这些坏事 其实这三个事实 检察官是不是要逐步逐步清查 那这个清查是不是需要说 是不是要伸压 我说过我不见得支持伸压 我支持的是说 当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同时同步传讯四个人 就像今天这一招 其实可以不用积压的 不用伸压 而且我今天用这个方式 去交互结问 或者是隔离讯问的方式 把他问出事实来 其实你看今天 这个张景森到现场 我相信他一定很坦然 他很坦然的原因是 经过检察官 花了那么多时间隔离讯问 还问不出个破绽 我相信今天是应该张景森 他最高兴的部分 好来 丁颖 我想我回应一下 马律师刚才讲的那个部分 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刑事案件 如果说遇到有人被害 或者是检举人 我们检察官一定会先找他 来问一下 勾计一下事实 在11月4号检余验报案之后 全台北市的警察局 有谁不认识检余验 那整个科办 他其实当时也提供了 一些联络方式 但是整个检警 在过去这一个 应该说上礼拜五大动作约谈之前 没有任何动作 这是很荒 应该说是匪夷所事的地方 为什么检察官没有要去传 这个可能是科办的被害人 或者是说你把当时检举的人 找来问一问 你把事实厘清 这是第一个异常的地方 另外一个在于说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特定媒体 不断的在放话 一下说柯文哲没有去那个办公室 或者是说柯文哲在 那个办公室什么之刻 一个月才搬进去等等 而且都是检警表示 为什么会有人特定去放话 所以科办忍不住了 科办在十天前 他提供了三支电话 就是张景森教授 然后还有检于燕议员 以及说彭信助理 三个人电话说 我们主动去 道案去讲好不好 不要再放话了 台北地检署 一样没有任何的约谈的一个动作 一直到应该上礼拜五的大动作约谈 大动作约谈之后 你把他改列被告 如果说你今天有证据 可以去显示说 他可能真的是有涉及这个案子 这个彭信助理涉及这个案子 你把他改列被告 可能大家没有意见 重点是整个过程里面 没有任何证据 而且地方法院在 对两个业者的这个裁定书里面 告诉你很清楚 没有任何的证据 足以示明 还不是用证明 足以示明说 这两个人涉嫌重大 这两个如果说台北地检署的认知 他认为说这两个是 可能真的去装了这个老鼠尾 装设的人没有涉嫌重大 难道说彭信助理 跟这个案子可能不见得相关了 你可以把他说转列被告 当庭上诬 然后再命交保 这件事情是程序上的异常 所以今天为什么媒体会对于台北地检署 做这样的一个侦查的一个动作 感到质疑 为什么会去质疑 杨志余检察长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 他今天回应 其实他今天下午有回应 他回应说我们基于检查一体 所以会对个案去做一个关切 刚才马律师讲的没有错 这个案子不是一个重罪 它是一个轻罪 那重难是社会瞩目案件 检查一体的功能是什么 我为了避免检察官滥权 我避免检察官在里面 有一些违法或不合理的行为 所以我检察长才进去跟你说 你不要这样 就这件事情刚好倒过来 本来正常的侦查程序 他就异常 异常原来是检察长介入 你检查一体的目的是 是避免这个案子是荒腔走板 结果你介入之后 检查一体介入之后 整个荒腔走板 所以我今天在法律上 找不到任何理由 说你可以把彭信助理 改列被告当庭上靠 然后再去跟他要命交保 你在前面已经收到 北院的裁定 北院裁定告诉你什么 连这一个两个 整个两个业者 都难以证据证明说 他有这一个涉及犯罪 涉嫌重大这样的一个问题 结果对彭信助理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强制处分 这件事情是法律上不合理的地方 从证人到被告 还上铐还拘留 我补充一点 其实会办案件的都知道 这个案件要从哪里挖 一定是从一开始 发现那两个目击证人的挖 彭信业者不在现场 彭先生不在现场 整女生更不是现场 发现证据 发现被窃听到老鼠夹的人 林俊宏 我们都找 问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问他来只是说我被害了 我如何如何 大概都是这样子 今天真的要找到突破点 已经这两个从这个地方往上拉 林 吴 彭 张 甚至柯等等 一定是这样拉上去 你从这边拉下来 怎么拉得下来 这不是办案的方式 怎么问那些最不知道的事情 没有接触到第一现场的人 先问一堆以后 结果真正在第一现场上没有人来 其实就办案的手法来讲 我说过办案的手法 一定是先问这两个 这两个发现 如果你们断掉就断掉了 如果今天 今天他们这两个林跟吴来 很发现林就扛下来了 所以我会怀疑 但是检察官还永远是有 但是刚刚其实 电影的意思是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小鹏是有罪的 那你为什么从正人列被告 甚至居留还要上铐 我不认为这样 第一个 吴已经说了 他自己干的 林啊 林说他自己 为了要贪念自己干的 那林跟吴 是不是讲的一样 他认为说这个 他检察官不相信 只是林自己一时贪念 这个怀疑可不可能 可能 任何人都可能 就是当初我们怀疑连找林来说是一样的 检察官有没有怀疑说是幕后还有别人 这是合理的 所以我才会继续问到吴 这两个吴 我才知道是跟彭有没有关系 这一定是向上拉的嘛 所以彭一定是找他们的人 到底他知悉 他知道程度多少 我只有掌握住这个林跟吴之后 才能够掌握彭 彭如果今天再突破 其实是张找我 如何如何如何 一定是向往上拉 所以当他发现这两个案件 这两个有可能产生这个串症 或者说你们两个讲法 可能就真的私下自己扛下来了 跟吴官 所以我希望把吴列被告 但是我觉得这个案件还是一个 又回到我原来讲的 这个案件泄密罪嘛 他到底连人告都没有告 这个到检察官就怎么生压呢 对不对 也没有发生事实啊 好了 就是夹个老鼠尾又什么样 所以这个案件在刑度上面 是没有办法 你说把它列被告 顶多这个被告将来会不会成案 我都觉得会有问题 因为他还是一个泄密 就是一般的泄密案件 我们很难用单纯的信 来看这个案件 是因为他是选前一个 非常重要的司法案件 又在选前的两天三天 做这么大的动作 再加上杨志宇 在今天周刊特别点名杨志宇 在下指导期 杨志宇这个人的角色 也是起人疑斗 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 杨志宇检察长的角色 突然凸显出来 今天大家都能质疑说 你是不是后面 还有没有政治的压力 或者政治的高层去介入 因为过去大家对他的印象是 也曾经他被抨击过 他是遇到财团就转弯 应该是说 遇到跟他不同拍戏的对手 他就打压 应该是说 他对于很多权贵的案子 我们很多社会都在质疑 包括民间司改会 去讲江国庆的案子 江国庆命案是什么 当时你是指责江国庆 说他奸杀女童 十几年后发现乌龙 当时主导的军官是谁 前国防部长陈兆敏 他是马总统任命的 第一位国防部长 大家都说人都被你害死了 江国庆都被你害死了 怎么会没有刑事责任 台北地检署做了两次 不起诉处分 前面去找了各种理由 说这可能涉及强制罪 找了一个轻罪说 他离于时效不起诉处分 后面高检署看不下去了 高检署说 这个案子明明就应该有刑事责任 就把这个案子就把它撤销 再亦通过 要求你台北地检署再查一次 再查一次 他还是给你一个不起诉处分 说陈兆敏没事 所以这个法界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杨志宇在这里面 可能整个台北地检署 是不是不敢对于 马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权贵 不敢下动作 另外一个大家印象最深刻 鼎心案 鼎心案在去年 拖了半天 拖了一个 拖一年 在去年的大统长期案件的时候 其实案件已经移送到了北检 北检那个时候 已经把魏映聪改列为 杀妻的被告 改列为被告 这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动作 大家后来发现 只包不住火 正义有品 鼎心有品爆发之后 舆论压不住 马总统才登高一呼说 好吧 那我感觉上被迫 他说好吧 那我们依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办鼎心 台北地检署在隔天做什么动作 如果大家看那个新闻印象 隔一天 马总统喊完话隔一天 他马上去搜索地保 马上去扣他的财产 扣正鼎心魏映的财产 奇怪 过去一年在你那边 放案子犯那么久 结果台北地检署任何动作都不敢做 一直到马总统登高一呼喊了之后 你才去扣他的地保 后面才起诉魏映聪 台湾人多吃一年黑心油 所以台北地检署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竹房不及被找 我找了很多资料 竹房不及被找 我举两个例子最好 最简单 国防部长 马总统任命的国防部长 陈兆敏 台北地检署不敢起诉 所有法界看不下去 将国庆冤死到现在完全不敢动 另外一个鼎心案 台湾人民多吃一年的黑心油 就因为难道说魏映聪 他就是马英九的工商后援会副总会长 所以你台北地检署一直在那边等 等到说真的是舆论压下去不行了 你才去办 人民被毒害了这一年 台北地检署我认为检察长 有必要向人民做一个交代 也不是我们想太多 还包括什么呢 连胜文的精卫TDR办了吗 鼎心退佣案办了吗 连慧心的纪要案 最后是还起诉 所以面对连家 杨志宇为什么不敢下重收 所以温山大哥 司法介入选举 我们早就说 那过去 只会好像拍摄了 我想任何有common sense 基本上是大概对于司法 尤其台湾的司法 其实印象深刻 我觉得每一个人 其实都要像李瑶 李瑶那时候打官司打到最后 他就写一个 你所不知道的司法黑暗 法官检察官乱稿 他就写成一本书 把你们名字全部条列在里面 然后有人跟进 这个就是许天才 许天才这个水落十位出 是讲他在台南市长2001年的时候 这个朱朝亮 他们这些检察官根据了这些 邱怡的这些爆料 官司打了十年 到最后是没罪 可是对于许天才才来讲 他这一口气呕不下 因为他曾经被判十二年 你想一个 一个民进党的市长 竟然被具体求刑十二年 到最后说是误会一场 所以相对于说 水落十位出 我特地又找到一本 这个是王任远 王任远过去是法务部长 法务部长你看 他自己也写回忆录 他写的回忆录更好玩 就是叫做水落十出 台湾的司法你看 部长本身希望水落十出 被害人是说水落十位出 然后呢 我们阿甘伯 当时最有名的名言叫什么 皇后的针钞不容怀疑 司法怎么是皇后的针钞 阿甘伯 我觉得是稍微疲疲了 台湾的司法 我昨天讲到南科检政案 南科检政案到现在也是无罪 但是呢 民进党就被国民党冠上了 说贪腐集团 所有的政务官一个一个拉下去 到最后全部都无罪 这真的是让人家欲哭无泪 司法沦为一个斗争的工具 司法不只沦为斗争的工具 是不是有可能沦为这一次首都之战 助选的工具呢 好 打完司法牌之后第二张牌 在今天打了什么呢 打了悲情牌 在今天不管是连芳瑜还是蔡一山都哭了 特别是连正宜推出了一出感动人心 蔡一山留下亲类的广告 我觉得自己那时候还装得很坚强 我抓着他跟他讲 你在医院里你自己有最好的医生 你就放心放心 就人家跟我说他中枪 我就哭 就过来 很多人来关心 然后我就看 我就看 我就无法承受 我不记得 都记得片段 然后我自己的乱 医生出来说 没事 安全 我记得医生的表情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他还没事 他们说真的是 自欺怪一定要有人在 就要看到好可怜 他还是插着粉 他不能讲他是插粉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在今天 连正宜所推出的广告 叫蔡一山的那一天 当蔡一山的两行亲类 从她漂亮的脸旁留下的时候 就让我们想到之前 其实媒体就曾经谈到 很有可能选举之前 连正宜会有 一二三四五五波 一是什么呢 一颗子弹 二是什么呢 两行亲类 三十三人乘五 四十四个小孩 五是五体投地 我们在今天 不只看到了蔡一山的眼泪 也看到连芳瑜的眼泪 其实这一支广告 说实在 我看了好几遍 我感动了 我感动了 虽然感动不代表心动 但是这一支广告很成功 是因为蔡一山的那一天 在四年前的11月26号 各位 你只要想到四年前那一天 你在做什么 你第一时间听到 脸色很闻被枪击 而且是一个行刑式的枪击的时候 你也很恐慌 不论你支持蓝或绿 但是那一天 11月26号的那一天的画面 你到现在你还是记忆犹新了 但是感动能不能变成票选票 这还有待考验 不过真的 蔡一山的眼泪感动了好多人 就让我想到 这一次选举很特别 特别的地方在于 候选人的家人 我要给他们颁个奖了 阿关 在这里 因为金马奖才刚刚落幕 这几天话题不断 如果你要我来颁发 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 我会颁给蔡一山 你看她这几次 每一次前一阵子 我们还在讨论她 不论是接受媒体访问的 那两行青类 到这个选前的第三天 选前的第二天 她这个广告上 蔡一山的那一天 感动了很多人 不知道接下来蔡一山会怎么样 但是很奇怪 只要蔡一山受伤的感觉 你真的就有感动到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真的是超级稀票机 没有错 而且在这个广告上 其实她也提到了 四年前的11月26号 她在公婆家 她突然接到她先生打电话来 莫名其妙的就讲了那一句 我会永远爱你 I always love you 有没有 她说她接到连胜文的电话 莫名其妙就讲了这句 电话就断了 但是当时她知道她在服选 所以她知道她一定是出事情了 搞清楚说受伤了 她要赶去医院的同时 她的婆婆连芳瑜也哭了 婆媳哭成了一团 各位看到这里这个广告 你实在也会觉得 真是辛苦 身为候选人的另外一半 那个眼泪真的打动人 但是各位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也看到她开始扫街了 除了蔡一山 除了连芳瑜的眼泪之外 怎么台湾的选举很妙 每一次都看到这个人谁 马大姐 马姐姐真的是无意不语 那我们刚刚谈到蔡一山 是超级七票机 马姐姐有说真的不一定是七票机 但是我要颁给她一个最佳贡献价 她是超级助选员 但是各位 我所谓的贡献 不见得是真面的贡献 有争议的贡献也很多 今天看到她陪着蔡一山 到新龙市场去扫街 因为毕竟在新龙市场 那附近是马家的 马家正经地 马妈妈生前 很喜欢到这边去买菜 吃小吃 所以那个地方 其实对马家来说也是福地 这时候又让我们想到 很少政治人物的姐姐这么有名 1998年 我们马英九当选了台北市长之后 为什么马以南永远都在这个版面上 先说她的发迹史 1998年当她的弟弟 马英九成为台北市长之后 马以南她本来是住在美国 长期都住在美国 你怎么会2001年突然回到台北市 成为我们中国化学制药的副总经理开发部 所以她是中化的门神 2004年你又成为中化底下子公司 叫神机这家生技公司的董事长 为什么有关系 你的弟弟是台北市长 台北市有很多的联合医院 公立医院的采购对象是中化 你又是中化的高级干部 对不对 副总经理 然后旗下子公司的董事长 那真奇怪 所以有一个说法 除了门神之外 就说 因为周美清对马英九从事这个 正式活动这些 她是很冷淡的 她基本上是有距离的 那谁成为马英九一个政治现金的管道呢 大姐马以南 似乎就是一个理想的对象 她不只是政治现金的管道 事实上一般认为她也是马英九的分身 很多马英九不方便去的场合 不适合去的场合 就派她姐姐去了 或者是其实不想做的事情 好像姐姐都会帮她做 你像那个吴建宝 身心这么大的人 如果找马英九站台 马英九能站吗 不能站 谁帮她站 姐姐帮她站 对 然后姐姐三不五十 也会传一些简讯 给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讲一下弟弟心里的委屈 各位记不记得八八风灾的时候 所有人把马英九骂翻了 因为说是无能 无能的领导者 怎么那个时候 马英突然就说 其实我有跟我弟弟讲了 大家都不了解你 我弟弟传了一个email给我 我弟弟说 马英九说 好人没好报 最重要是哼那个字 好人没好报 马大姐 有时候太真实的传达你弟弟的心声 不太好 帮了倒忙 好人没好报对不对 2005年 那时候马赫林先生 还在世的时候 马英九要竞选这个党主席 有一个党内的活动 马赫林先生到了 大家都知道马赫林 对他的儿子 真的是 马赫林先生到的时候 就听到了 他的大女儿很大声跟大家讲说 今天爸爸来 是要替英九拉票 一听到女儿的声音 马赫林先生 你生气了 你阿公到底说了什么 我们来回顾当时 马赫林的说法 这最分大的一个女儿 我身为家庭 我失败就是这个女儿叫我坏 不是 我讨厌她 为什么讨厌她 她不是 她不懂政治 所以你希望马赫林 不要帮市长 扶选是不是 阿言 还能帮到吗 好 连马赫林都说 最困难就是这个女儿 我最失败就是这个女儿 然后不要来帮马英九扶选 那她帮马英九扶选 显然在她老爸的心里是减分 现在马赫林 来帮 连胜文扶选 到底是加分还减分呢 那就讲了最佳贡献奖 贡献是什么 你们自己去评断 每到选举都会有马大姐的身影 OK啦 什么事情她都跑在最前面 这是今天的扫街最佳贡献奖 但我一定要讲 最佳新人奖我要颁给这位 柯文哲的妈妈 何瑞英 真的她真的就是个素人 最佳新人 你过去没有看过这位 我们台湾的母亲 她真的就是台湾妈妈的象征 她走到哪里 各位 这次选举有两个神秘的母亲 很厉害的武器 蔡依珊的眼泪 加柯妈妈的微笑 她只要到那个市场有没有 嘿嘿 就笑了一下 就是台湾妈妈那种 很福气的笑容 她今天也有开骂 今天大家有问她 因为连正宜也发动攻势 她就会讲说 我真是不了解 她们都是不抹黑不能过日子 不要这样 她还讲个重点 她还讲了一句重话 我们看到的是笑咪咪的柯妈妈 但妈妈也会生气 没有人是农公家的 对啊 没有人是乱说的 我生在台湾 刚才台湾大小的 不用说是山北 台湾挂给日本啦 挂给日本 我不能让日本人管 没办法叫我去台湾 他从中国来 我是没怎么说 我也没怎么说 我是说阿姨老师 说就算了 算了啦 阿姨老师 我就算了 算了 算了 这要再補一句 说实在我要给柯妈妈拍拍手 我每次看到柯妈妈 我好开心喔 好开心 然后不好意思她讲那句礼语 因为柯妈妈好厉害 会说一些台湾的礼语 你教我一下好不好 今天她谈到 马姐姐和蔡依山 对啊 人家都在扫街了 人家问了说 你看连马姐姐都出动了 她怎么说 她说 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块 我们都没有马英九 陪着我们扫街 不过没有关系啦 好 选举就是这样 但还有一个重点 我儿子是绝对不会说谎的 我知道他很好啦 说台北市长是最好的啦 你一听都觉得 这个我就感动了啦 好 所以画面上我们来看一下 不管是蔡依山 雷芳宇 还是蚂蚁男 柯文哲的妈妈 对两阵营而言 都是超级助选员 但其实呢 这两天真正的超级助选员 是谁呢 是中共 中共已经出手了 中共为什么突然之间 在此时此刻 在声音这么敏感的时候 抛出九二共识 一抛出九二共识之后 昨天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台湾节目都说 现在中共已经对柯文哲 发出贺电了 因为他为什么去问他 九二共识年的看法呢 是不是事实上 中共已经掌握情思 认为柯文哲就会当选了 好 贺电说 一说出来之后 中共想 哎呀 白痴大条 在今年有出来消毒了 怎么消毒 他说没有没有 我不是针对特定人 任何人当选 都应该对九二共识表态 是的 中国出手 干预台湾的选举 已经不是新闻 反而不干预才是新闻 那从 但是他们应该有学到教训 有的时候他们是帮倒忙 跟马姐姐一样 每次的状况都不一样 但是介入所谓地方选举 还是头一招 因为连圣文的地位 身份都不一样 从过去我们从九六年开始以来 都是中央大选 中共才会出手 但是这一次很特别 我记得我们前两天谈过 在上海市博会 对 有一个扛棒 那个扛棒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际在上面 大家就说 这样的景况在大陆出现 是很不可思议的 事实上大陆直接在助选了 对 其实大陆还有很多 所谓的国民党的粉丝 铁粉 叫做国粉 是支持国民党的 所以基本上很难 让国民党的党威 或是中华民国的国企 在大陆出现 所以这一次真的是出了重手 才容许 所谓的台商的后援会 在那边高挂 这样的一个旗帜 好 那到底中国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会出手 是不是他担心选情 真的很危机 我不知道 因为从之前 连胜文和中共之间的 暧昧关系 就不断被拿出来讲 从过去 对一开始 大家在吵说 到底连胜文是不是 习近平清点的人选 报告 报告他才选 报告这件事 那时候沸沸扬扬扬 他该死 到后来呢 谈到连胜文到底是不是 促统会的荣誉会长 接着呢 又他老爸的一页书事件了 到底 马总统的文告 他没有逐字逐记 抄下来之后 泄露给中共 其实 所谓的九二共识 这样子一个 这样的字眼 虽然是书记老师 所发起 所命名 但是落实者是连战 2005年 连胜会公报 第一个就是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所以当时九二共识 基本上就是 连战 已经跟 胡锦涛签订的 好 这就是在当时 连胜会 当时的国共论坛 当时的破兵之旅 可以说是一个 化时代 在当时非常重大的突破 所以今天张志军 问 有没有九二共识 任候选人 基本上 连战 连胜我们不用问了 因为这个是他爸爸签下来的 他难道会反对九二共识吗 所以他事实上就是问柯P 对 一定是问柯P 但是我觉得 他这个是个招数 他想要丢这个球 让媒体去问 柯文哲对于两岸关系 对九二共识的态度是什么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 柯文哲先问他说 什么是九二共识内容什么 反问他 反江泰一军 反江泰一军 那当然 2012年我们都很清楚 2012年的选举 就是以九二共识 加上所谓的企业财团的表态 帮马助选 马助选 那今年 反而很多企业 很多企业 尤其是郭台铭为主 都自己以为是 这是中国的政策 然后就跑得特别快 提早已经帮辅选了 所以企业助选 辅选 跑得比九二共识更快 所以中共的辅选方式 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不一样 最早第一次出手是 阿辉伯的时候 1996年 所谓的武贺 1996年那时候 文攻武贺射了两个飞弹 对不对 一个飞弹在基隆 一个飞弹在高雄 结果引来 美国的航母都来了 因为这样化解了危机之后 反而阿辉伯高票当选 结果开始想说 这才不能搞文攻武贺 后来开始用怀柔 接着用台商 其实武贺是在96年 文攻是在1999年 最近2000年的选举的时候 朱镕基跳出来批判了 他记得 许文龙还发表了一个 支持一个中国的宣告书 是 那时候还在媒体上 大版面判断 所以当时中国是以市场 以经济为诱因 来换毒触筒 这一次中共这样出手 到底是真的帮了忙 还是对联邦的到忙 其实每一次台湾有重大选举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中国大陆的因素 是真的会影响选举你知道吗 因为你刚刚讲到 他名字干嘛 你知道文攻武贺 但是后来他发现 那一招不行 可是我跟你讲 他有案子 我刚刚不是说名字叫文攻武贺 按着你知道抽你赢跟断你筋脉 我们先慢慢一个一个讲 文攻武贺很有名 在2000年的时候 2000年是第一次台湾政党轮替 可是你知道在选举之前 那时候阿妹绅士看好 国民党当时那时候大家就说 你可能真的有机会政党轮替 结果当时的中共总理朱镕基 在他的人大闭幕典礼上面 突然就开始讲到台湾的选举 而且他讲的方式也很特别 你知道我们台湾的选举 跟你其实说实话 这两个地方没同样的事情嘛 但是他突然在说 碰 回头了 他回头了到底说了什么 带你来还原当时朱镕基的说法 不管谁上来 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 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都不能允许 谁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 我们就支持谁 我们就跟他谈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可以让步 让步给中国人嘛 他讲他的谈话里面还包含到了 他讲说 这个东西你搞台独的话 可能跟两个战争有关系 甚至还讲到说你看你们台湾股市 之前大跌 都是因为人家不喜欢 结果人家后来整个选举的结果 就像阿冠妮刚刚所讲的 反映出来了 反而让整个选举真的 台湾就变天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跟你讲 断金元的这件事情 也是有 但是不是讲说台湾的选举 他从里面送钱过来 你知道吗 因为每一次选举 说实话都需要很大笔的钱 酸总统酸礼物一下 尤其像政党 政党他就需要去赞助 他自己这个党的候选人 那你说这个钱 他当然不是直接跟中国大论 他会透过什么 跟企业界募款 你用募款的方式 再给你赞助一个 再给你赞助一个 才跟他凑出来 有一个人就这样 据说因为这样吃了亏 宋楚瑜 宋楚瑜在2012年选总统的那个时候 因为其实一开始大家都想说 你只说一说而已 你不是真的要算 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 光讨论宋楚瑜要不要参选这个事情 讨论了多久 讨论了半年 通通都搞不清楚说宋楚瑜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参选 结果后来宋楚瑜他真的送出连署书了 你知道 他有一些企业友人 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宋楚瑜当时开了一个记者会 宣布他参选总统 结果那个时候 大家都发现到 好像亲民党不是很好 他的一些民间友人 企业友人 对他做抽手 不愿意去赞助他 跟他关系非常好的企业家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张荣发 因为每一次宋楚瑜只要在 不管是长荣航空还是长荣桂冠酒店宴客 张国伟一定到 我们财经圈都知道 所以张荣发对他很好 张荣发总应该经援他一些吧 我跟你讲你先讲张荣发 我跟你讲另外一个叫王文阳 王文阳他是红人集团的总裁 你知道那时候宋楚瑜要参选总统的时候 他的副手曾经一度 讲说王文阳有意推王雪红 出来贪任他的副手 你会记得这件事吗 但是王雪红不要 据说后来王文阳抽手的原因还有一个 除了他妹妹没出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他想要在香港那边挂牌上市 担心说我如果今天 一位跟宋楚瑜惊援你的话 那感觉上中国大陆那边 有一种叫做气宋宝马的态势 为什么 为了蔡英文 讲说因为蔡英文你不接受 因为蔡英文那个时候 三只小猪的生死太后 对 而且他认为说 你可能蔡英文当选的话 对这个两岸关系有一些的影响 可能叫倒退或什么的 结果当时就揣测 据说是有揣测到 中国大陆那边感觉上好像说 那还是让马英九当选好了 宋楚瑜这样子好像两边一分面 宋楚瑜不要来搅局 到时候在马英九没当选 所以当时有宋楚瑜的幕僚 媒体就有报道出来说 宋楚瑜的幕僚讲说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王文阳也抽手 包含这个一联集团的领异手 也是抽手 你刚刚讲到说张荣发 张荣发跟宋楚瑜 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认识 近情人的没识识 张荣发好像跟阿扁比较好 理论上来讲 怎么会跟宋楚瑜搭上关系 当时幕僚出来讲说 宋楚瑜在认识了张荣发之后 两个谈起来觉得还蛮投缘的 而且感觉上好像 张荣发对宋楚瑜的善意也不错 所以你突然刚刚讲到说 如果宋楚瑜在长荣饭店那边宴客 或者是什么 搭长荣飞机回国的时候 张国伟一定在宪查 可是后来也发现到 好像也是因为中国大陆那边的那种 一种感觉你知道吗 压力压力 压力压力 结果就没有再去经验他 而且当时其实 其实他的幕僚也都证实说 很多亲民党当时在选举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都会问一下说 你现在财务状况是怎样 都会赞助他一些支持 这个亲民党走过那个低潮 结果没有想到 等到宋楚瑜正式连署书送出去的时候 突然这些人都抽手了 好 不过我们刚刚谈到 中共这个超级助选员 看得出来在这一次首都之战 他做得比较小心 因为有的时候 他越要帮这个人 这个人越不会当雪人 所以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他现在已经是出手的 非常非常小心了 不过再来谈到超级助选员 最近频繁看到的声音就是马英九 对不对 没错 照理说马英九变成这样 他的后朋友金普聪应该不会变 但怪了 为什么马英九在台北变 金普聪竟然在日月潭 泡汤喝咖啡 这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很多人在想说 台湾选举有可能 除了你刚刚讲什么12345 那些保守之外 中国大陆是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大家会担忧说 国安体系有没有介入选举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国安体系介入的话 可能又是对执政党有利 对于在野党来讲 我每天在监听 窃听什么 很多人都会开始怀疑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怀疑 因为有过案例 这次金普聪被拍到了 对不对 讲说他在那个 连胜文游行的当天 其实跑到日月潭 戴个帽子 然后穿得很轻便 游行那一天 穿得很轻便一个人 那一天是呆饭 热乎乎 不只是游行 那个场面 连胜文跟柯文哲辩论重不重要 重要 很重要 结果也有人爆料讲说 刚刚金普聪是带着家人 在外面用餐 好像也都没有关心整个选情 大家就说 那你真的没有关心 今天很多记者就去问连胜文 说你游行的时候 金普聪跑去泡汤 我们真的没有关心 我们来看 这是被民众 不小心无意中 拍到在日月潭云品饭店里的金普聪 人家是一身休闲打扮 手上拿了一个要泡汤的包包 对不对 带了一个鸭舌帽 据说他发现有民众在拍他的时候 还赶快把帽颜压低 不想让人发现 结果连胜文今天被问到说 那他好像真的都不关心你的时候 他说没关心 为什么 因为金普聪是国安会的负责人 他的身分不适合参加游行 结果记者再追问说 难道这个选战当中 他都没有给你任何建议 连胜文这时候讲一句话有学问 他说也有 他都是透过周边的人 间接给了一些建议 大家就会想 你到底间接给了他什么建议 因为以金普聪的成绩来讲 你要给的建议可能可以很深入 可能可以很特别 也可能很广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 民众为什么会有这个质疑 因为过往当中每次到选举的时候 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被人家爆料 为什么会这样说 你记不记得当时王金平 在2012年的那个时候 被民众拍到说什么 他去夜会蔡英文 你会记得吗 那是大家说奇怪 那个行车记录器 因为民众是讲说 我是开车开过去 你现在看到那个画面 你仔细看 就这样一瞬间 他一告诉我 画面右边有什么人 你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 你看得到两个穿白衫的人影 这个画面我已经看过很多次 我还是不小心会漏掉 就这样子 可是就是这个影片讲说 我跟你说 王金平密会蔡英文 而且还讲得很细 差一点撞到了 另一台逆向行驶的车子 你说真的 你就从哪个眼睛 你看得到说里面叫王金平 而且更特别是什么 那个地方并不是蔡英文的住处 那是他兄弟的地方你知道吗 你如果有发动这样 一年罢的时间 就知道说里面座就是王金平 还知道那个地方是蔡英文 还知道他们两个去密会 当时就有传言讲说 搞不好是被人家跟 搞不好被窃听 搞不好被人家去发现他的行动 故意把它曝光出来 因为那是马英九要竞选连任党主席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阴谋论传出来 当然后来这个拍摄影片的这个网友 他有跳出来讲说 我就是刚好经过 因为我知道这附近住有重要的人物 所以我有那个敏感度 这是他的说法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跟蔡英文有关 2011年的时候 因为2012年是蔡英文选总统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副手要找谁 大家都不知道 有人在揣测说 有没有可能找财经界的大佬 英棚会啊 结果就是那个时候被人家拍到说跟蓬怀南会面 而且那也很瞎你知道吗 说本来要走车道 但是因为好像是垃圾车还什么挡住之后 居然有媒体又独家可以拍到说 两个在大厅 然后蔡英文还下来接见他 然后两个还握手坐了电梯上去 讲得跟真的一样 说两个密会了一个小时 后来逼得蓬怀南会出来讲说 我们是有界面 但是就是聊一下 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 也因为有这些事情 才会让人家觉得说 这些国家机器 到底有没有可能介入选举 进而影响选举结果 而这一次的国家机器 到底有没有介入呢 说真的看金普聪这个模样 看起来好像没有 因为很多人说 这一次联盛文刚开始打选战的时候 根本不让马介入 包括所有的行程 不让马进来 包括所有的广告 在播之前 没有任何马团队的人 知道到底还能播什么广告 所以金普聪干脆凉凉 别做事 因为从一开始打选战 开始温森大哥 大家就知道 马英九不喜欢连胜文 所以马连之间的情节 难解的情况之下 怎么会认真服选呢 这个最主要过去 连胜文他讲过说大明王朝 盖帮帮主 对 但马英九后来说他不介意 可是你越讲不介意 其实是更介意 看起来像一场戏 对 所以其实马跟连家的恩恩怨怨最早第一次比较台面化 是在白小燕案 白小燕案那是1997的事情 那也是总统府第一次被抗议的十万的群众用这个雷射灯就打阵盖上去了 那马英九呢 在那个重要的时刻他本来是法务部长被拉下来以后就降调为不管市的政务委员 他呢 在那一个时间点居然说就罢官辞掉政委 不知为谁而战 不知为何而战 对 他认为说好像这个官位人民都已经走上街头了 他当然也看到了说整个理念体制大概已经岌岌可危了 所以就罢官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到了隔一年当然选台北市长 这个是他人生算是一个转捩点 如果说没有再投入选战 或许今天马英九可能还在政大教书 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变成姚生义变为台北市长之后 跟连家又纠缠不清了 因为公元2000年那一役 各位要了解 这个那时候其实就有所谓气宝效应 连战他说他的民调绝对是最高的 那马英九是首都市长 他反正他就是看着你们这些人去争嘛 因为他是市长他也不便介入 可是到了2004那一役 319枪击案的时候 他已经接了党主席 他以首都市长之尊兼国民党的党主席 居然下令震报车对示威抗议的群众 这是蓝营的群众 喷水柱驱离这个画面 我想当时很多在现场包括挺连的人都印象深刻 他当然是说依法行事 可是对于蓝营来讲这情何以堪 就是说自家人在内讧感觉 那其实以马连之间 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是国民党党主席那一次 他硬是要参选 就是说趁着 逼宫 对连逼宫 对 连战出国回来的时候 他就宣布了 让他措手不及 那你也知道说 其实在连战的心目中 这个人是相当的 看起来是大家笑咪咪一团和气 可是私底下 是笑里长刀的 对 就像他这本书里面 书里面写的 吞舟之语 其实这本书最能够行错马连久的个性 你的大连舰队 你的大连舰队就是周 吞舟之语 他为什么 他第一次让外界眼睛一亮 就是他在法务部长的时候 他查会查到多少 13个议长 8个副议长 然后280个县市议员被起诉 后来还那一年算下来是312个被起诉 结果国民党内在很多人就告状 说这样子下去国民党会垮 所以他法务部长被拔掉 拔掉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 我印象我那时候去采访 大概从来没有看过一个 政务官下台的时候 当场在那边痛哭流涕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但是他还是忍下来 乖乖去当他的政务委员 到了最后才又开始绝地大返功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马英九本身能够在公元2008年起来 然后再连任 绝对是有他的能耐 他的能耐 就是因为他的这些旁边的人 尤其现在在对这个连战 其实这本书 讲实在话 两岸看得大家心惊胆跳 就是那一 不敢再想下去 对不敢再想下去 就是说既然连家是这样子的一个紧致 这短短的两三行致 我想那个连家大概这个世代 问题是苏起又是马身边的人 又在此时此刻爆这个料 说真的不免连战心里会认为 心仇旧恨涌上心头 因为最近结的梁子就是APEC 他被拔掉的时候多气 因为再怎么说我省不上总统 我好歹也是两岸之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和窗口 甚至有人说 他是北京对台代理员 对APEC事实上是 台湾能够挤身在国际舞台的 重要的一个场合 民进党执政期间 在上海召开那一次 阿扁不得已 请了李延处前副总统 能够到上海 结果中共完全封杀 根本帖子都不给你 那北京这一次 当然大家看到了肖万堂 所以去年 其实在肖万堂之前 有五年之久 多是连战 夫妇去的 可是呢 到了去年印尼那一次 听说丁远超在想